伴随着长津湖的持续火爆 电影中的角色也进入人们视野 每一个人物的背后都有一段让人素人起劲的故事 其中雷公这个角色相信不少网友都看哭了 胡军也再一次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才叫影帝及演技 雷公在七年的编号是十七连队最老的人物之一 据说雷公这个角色最开始的时候选择的是张义 后来因为荡漆的缘故就另外找人了 胡军一直是硬汉形象 他父亲又是抗美援朝老兵 后来胡军就毛遂自荐了 提到胡军就不得不说一下他和刘嘉玲之间的去世 人以为这两位扒杆子打不着 没想到他们直接还有着亲戚关系 胡军一度和刘嘉玲传出绯闻 有意思的是刘嘉玲最后干脆认了胡军儿子当干儿子 对于无二无女的刘嘉玲两朝伟夫妻 这倒也是一件好事 那是2003年两人是相识于电影《无间道二》 自那之后两人关系打得火热 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相识之后经常一起出游约饭 举动频繁自然 也就成了八卦媒体观众的焦点 当时媒体报道胡军送刘嘉玲回酒店 居置亲密 胡军大吃一惊 连夜飞回家和妻子解释 求得谅解 胡军妻子卢芳倒也不是不讲理之人 只是和胡军叮嘱几句 2004年两人合作《易江春水》想东流 当时女主角是刘嘉玲 找到胡军的时候 胡军还特地跑去和媳妇抱贝了一下 寻得妻子同意后才决定出演 2006年又合作了《好奇心害死猫》 因为刘嘉玲和胡军私交很好 刘嘉玲自然也会和胡军说一些私话 刘嘉玲其实很喜欢孩子 曾经也说过想要孩子 不过梁朝伟倒是不情愿 他心中有顾虑 害怕失去孩子 因为小时候养得一条狗离世 给他心里留下了阴影 后来刘嘉玲就没再提要孩子的事情 这个事情胡军知道了 也就放在了心上 两人关系又很好 既然不想生孩子 那可以认甘亲啊 所以2015年7岁的胡康在胡军的提议下 就成了刘嘉玲的干儿子 那时正好是胡军儿子的生日 胡军就邀请了刘嘉玲 过生日自然要背上大礼 刘嘉玲就定制了一套纯金餐具 价值30万 让刘嘉玲也没想到的是 生日宴变成了任亲宴 宴会上胡军很直接说 知道姐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要是不嫌弃就收了康康做干儿子 随即康康就跪下磕头叫妈妈 刘嘉玲很是欢喜 当场决定加送一套200平豪宅 其实刘嘉玲认胡军儿子 当干儿子是一早注定的缘分 卢芳49岁2008年怀孕 当时41岁的卢芳 是位标准的高龄产妇 而且还查出来身体有疾病 情况不是很好 是刘嘉玲出钱出力 联系医院医生 虽然最后顺利出生了 但是出生的孩子身体虚弱 也是刘嘉玲求医问药 刘嘉玲还说过一句话 他说第一眼见到这个孩子 就感觉非常亲密 他就是我上辈子的亲人 如此机缘之下 刘嘉玲就得了这么一位干儿子 干儿子八岁生日的时候 刘嘉玲亲自操办了生日宴 有意思的是 刘嘉玲这边认了个干儿子 梁朝伟这边也认了一个干女儿 这个干女儿是唐燕的孩子 2020年 唐燕孩子满月宴的时候 梁朝伟夫妇都去了 然后梁朝伟就认了唐燕孩子 为干女儿 也送了一套价值千万的豪宅 早在2016年 梁朝伟和唐燕合拍了一部电影 欧洲攻略 扮演特工林在风的梁朝伟 与唐燕扮演风情特工 两人在片中又敌又友 关系暧昧 时而甜言蜜语 时而拔腔相向 这部电影不仅有影帝梁朝伟和流量花旦唐燕 和梁台明星杜鹃 本片为经典攻略系列 原本观众对这部多年魔力的电影寄予厚望 但没想到上映后却遭遇了票房口碑下花 尽管影帝梁朝伟在欧洲攻略中的坐镇之地 但唐燕杜鹃等演技僵硬拖后腿 再加上剧情桥段设计成就 剧情结构松散混乱 整部电影十分浮夸 口碑票房可谓惨淡收场 梁朝伟也因此被吵 是因为缺钱才兼演这部烂片 但不得不说 两人也因为这部电影而结实了 对于唐燕亦师亦友 对于小甜甜 一出生就有如此英俊的外公 也算是赚得盆满钵满 事实上这个事情之后 有人暗访梁朝伟夫妇 说他们生了一个多好 又何必送房子呢 没有一个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首先不要说送礼不送礼 或者什么送礼都是别人的自由 暗讨这些人才是闲得无事 原来梁朝伟早就认识了唐燕 并且让唐燕做自己的干女儿 私下里两人关系特别好 不得不说唐燕眼光真的好 一个影帝当干爹 唐燕与梁朝伟因合作 欧洲攻略相识 两人亦师亦友 因此才熟悉 不得不说唐燕女儿一出生 就有这么帅气的外公 真的是赚到了 如今唐燕可谓是 事业爱情双丰收 整个人气质又好 身材又好 实在是令人羡慕 不得不说 这夫妻俩脾性真的是对口 任个干亲就送一套豪宅 不过对于拥有 二三十亿资产的夫妻俩 这点小钱根本不算什么 如今干儿子十三岁 干女儿一岁半 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心灵慰藉上倒也不差 值得一提的是 梁朝伟在受访时 还被问及 是否希望自己 也能像剧中饰演的角色那样 拥有很多家庭成员 而梁朝伟也表示 有过 甚至还直接了当地回应 我很喜欢家 很顾家 甚至还带入自己的现实生活 称自己经常和亲朋好友 在家中聚餐 对此不少人猜猜 现在的梁朝伟 其实是想要孩子的 但因为之前选择丁克 再加上现在年龄的原因 所以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也有不少人猜测 梁朝伟之所以会隐晦回应 至今无子 与妻子刘嘉玲不无关系 因为在两人相爱的33年间 表示不要孩子的 似乎也只是刘嘉玲 单方面的决定 甚至还在节目中声称 责任太大 他一早就做了决定 将不要孩子的原因 推在梁朝伟身上 而梁朝伟出于对刘嘉玲的爱 也从未反驳过 也有网友觉得 梁朝伟这么说 其实是为了宣传新作 刻意抛出的一个卖点 因为曾经有不少人 建议刘嘉玲和梁朝伟 领养孩子 但两人从未有过打算 非不少猜测 相比要孩子 两人更愿意享受二人世界 总的来看 不管两人至今无子 是什么原因 至少从未影响到 两人的感情 也希望大家不要刻意解读 毕竟婚姻的初衷 其实就是幸福 而幸福不见得 一定要有孩子当见证